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好 所有的卖场的美牛都是来牛吗 邀请到资深零售业公关经理何莫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莫真是不是待过佳乐福 待过佳乐福 今天被王浩宇指控说 佳乐福的美牛有问题 等会来问问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好 邀请到资深媒体人钟年华 阿光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文俊 大家好 亚太精英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带您来关心的是立法院莱猪再度交货 万安祈祷破莹 两周前我到屏东 我去看了猪农 我实际去看 他们跟我反映 他们很担心 他们的养猪产业受到冲击 你看哪一家 所以 你看哪一家 他们叫我不能说 你就是这样 一百七十多种动物用药 世界各国有没有标 院长 你不要再反之巡 不是反之巡 我问你一百七十多种动物用药 我问你一百七十多种动物用药 你刚刚讲的 有哪一项在国内列为禁药 那马政府的时候进口来牛 我问你啊 你又再反之巡 你这个真的跟你的爱将丁一鸣一模一样 把美猪等于莱猪误导民众 你竟然跟你的爱将丁一鸣一模一样 你认为美牛等于莱猪 然后要攻击店家 攻击这些实实在在城市做生意的业者 他们使用安全不含莱猪的肉品 结果被你打成使用莱猪 因为攻击困难的烟猪 现在要告诉你们要攻击家乐福 结果人家还好我有送检 检验报告出来是没有莱猪 否则被你们打成 他生意都不要做了 来住吵不停 想不到王浩宇加入混战 试围 王浩宇第一时间po了什么 来 虽然说他把这一 他因为他把它删掉了 他把它删掉了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立刻被揭露 就是讲说 这个加乐福的这个美国牛很好吃 然后一百公克才不到一百块 但是他在最下面的时候 他这边附的一个 有瘦肉筋 说人家加乐福的牛肉有瘦肉筋 对 他就是讲说加乐福的这个贩卖的美国牛肉 是有瘦肉筋 但是你没有讲清楚 那你是不是又变成一个假消息 然后人家提出质疑了之后 他就把他这一则的一个脸书给撤下来 好 撤下来之后呢 加乐福还是很生气 就po了什么 我们来看加乐福po了他们零检出的报告 总共po了四张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SGS零检出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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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po了非常多的报告 说他们未检出 问题是加乐福po了未检出报告之后 王浩宇又有新的回应了 我们再来看王浩宇的新回应 说未检出不代表美国在养殖的时候 没有使用莱克多巴胺 所有的美牛都一样 有受USDA认证的 除非是有机牛肉 否则只要你不是有机牛肉 通通有用瘦肉精 任何一家都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还点名 他说不管是好事多 还是加乐福 通通都一样 他说这些大卖厂 其实他们自己都承认 他们的美牛 曾经几次被验出 含少量的瘦肉精 换句话也就是说 并不是零检出 他还打脸加乐福 他说加乐福啊 你PO的这些SGS的 跟我讲的不一样 我讲的是五股牛小牌 但是你PO的这些SGS 我们来看一下他PO的SGS 他说你PO的SGS呢 并不是五股牛小牌 他说你这些品相呢 跟我说的不一样 我说的是五股牛小牌 有验出 你却PO了 不是五股牛小牌的检验报告 当然要问一下莫珍 你在加乐福待过 对 加乐福的美牛 有瘦肉精吗 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分开来看 一个叫做在卖场销售的美牛 它到底有没有含瘦肉精 另外一件事情是在养殖过程中 它有没有可能喂食到瘦肉精 那如果以美国牛肉来看 就我们以对我们台湾 对美国牛肉的养殖过程来看 美国牛肉它大部分都是用圈养的 所谓圈养就是它到一定的月龄之后 它就会放到一个空间 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 它就是固定喂它饲料 固定让它在这个地方吃 这个食物是被控制 而且是被用一个比较 不是我们去澳洲所看到 牛满山满野的跑步 它就没有吃几乎不吃 美国不是放牧的 澳洲是放牧 它不是放牛吃草的 它是直接圈养 然后喂你吃饲料的 所以为什么美国牛肉可以非常好吃 因为它吃非常多补物 它吃非常多就是 我们希望它肉质更好吃的 圈养的方法养殖出来的 所以它当然能够比那个放牛吃草的 吃得更被规格化 但是关键是瘦肉精 当它快要屠宰之前 通常都会有这个瘦肉精的添加 在饲料里面或者是用各种方法 让这个牛它可以有更好的换肉率 大部分都有吗 大部分都有 因为它是圈养的 那所以就像王浩宇所说的 除了有认证的有机牛之外 除非是有机牛或是 其实现在已经有非常高级的美国牛 是用自然牛的养法 它强调它用自然的方式 然后更符合动物福利 或是它有有机的方法 那样的 当然我们就相信它一定是没有 好 但是第一个层次 到底它怎么养 第二层次是 那么在卖场卖的 是不是通通都零检出呢 还是有混杂一些 有含瘦肉精验出 超过瘦肉精标准的美牛呢 我们先来听王浩宇的录音档 你们现在在你们的脸书上 贴出你们胃检出 那大家就会说我造谣 那事实上我并没有造谣 你们明明你们 你们两只的牛肉 在美国的农场就有用 那你们这一次胃检出 以后也可以都胃检出吗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面 对啊 那你们能保证说 我每个礼拜去买你们牛 真的都胃检出吗 这很难嘛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早点说清楚 不然等到过几个月 突然验出那怎么办 在中立店贴了一个胃检出的 那我是觉得这样对我 我觉得这样对我不公平 因为我讲的也没有错 你们自己内部有检验嘛 那大部分胃检出 它明明就有检出过 那代表说它养殖一定有使用 有这样的风险 饲养过人有使用 但是在台湾你们会确保胃检出 那就是这种 你清楚高消费者 因为你们没办法保证 你们今天你能检 你足批能够见嘛 如果到时候真的被外面验到 那你们不就再上一次 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保证 那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是会去协助 多做一个把管这样子 好 这是家乐福公关和王浩宇的对话 这里头家乐福公关有承认有吗 没有 他是说有风险 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证 因为王浩宇只拐他说 哎呀 你要讲清楚啊 不然将来要是红莉亚就 越害啊 那为了怕将来万一 没有人知道将来嘛 所以家乐福公关就说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风险 我们不敢百分之百保证 但他并没有说他过去真的曾经验出来过啊 所以王浩宇为什么在脸书说 哎呀 他们已经承认了 他们确实有验出来 克多巴胺的来牛呢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嘛 我们刚刚讲到养殖 再来一个是在卖场上贩售的 卖场上贩售的东西它是从 莫珍这个家乐福公关你认识吗 我认识啊 那他这样是不是被拐了 他干嘛接受他的电话访问呢 其实双方我大概都认识啦 那我觉得可能录音档是很长的一段啦 他只截了中间的一段 那... 那很长的那一段里头 到底家乐福的公关 有没有承认说我们曾经验出 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是零检出的 没有 应该这样说 有没有这件事 因为王浩宇说有这件事 那王浩宇不能随便栽赃乌赖啊 阿冠 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啦 没有所谓的零检出啦 你仔細看SGS那個檢驗報告 它叫做未檢出 後面是有標準的 我們回到這個報告 你看它上面都有定量 對 它如果做定量檢驗的話 只要低於那個標準 都叫未檢出 所以沒有零檢出這一回事 因為正常來說 如果它有被檢到低於標準的量 它應該要秀出來對不對 這個報告裡面是沒有的 它只有告訴你 它檢出來的量 沒有超過這個政府規範的標準 應該是說它秀的報告是 沒有超標 對 沒有超標 沒有檢出 有問題的 對 因為王浩宇如果說 他做這樣的指控說 佳樂福曾經自己承認過 有驗出超標 因為這個是違法 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我覺得你就有必要要舉證 因為你指控就要有舉證 還有一個標準就是 我今天有驗出 但是它沒有超標 對 它在標準之下 那就完全合法 OK啊 那王浩宇也講清楚 今天不要破棄無辜的商家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個觀念 剛剛莫貞有解釋過 因為以前有一個定義名 害人家牛肉麵店 就是說 現在還有一個王浩宇 害人家大麥草 今天不管 我覺得大家有個很正確的觀點 不管是豬肉還是牛肉 它在飼養過程有沒有用 加了萊克多巴胺當飼料添加物 你要問那個牧場主人才知道 對 他們像莫貞他們以前服務的 或者說其他的所有的販賣的 他只負責哪一段 就是我進來我到賣場我要賣的肉 我是符合國家訂出來的標準的 這樣就OK了 他不會去管 那有可能驗出來量很低 那也不代表說它完全沒有用 就像莫貞剛剛 據我自己的了解 美國現在大概百分之不到10%的牛 是完全不使用的 叫做自然牛 對 那個台灣有賣 但是一般人大概不會去買那個來吃 非常貴 因為它一公斤大概要三千塊台幣 非常貴 所以一般人大概不會去買它來吃 所以有沒有用 跟末端有沒有檢出超標 那是兩回事 那賣場自己會做檢驗嗎 還是進口商給你們的報告 都要 所以進口商除了給你們的報告之外 你們自己賣場也會逐批檢驗嗎 不會逐批 不可能逐批 會抽驗 所以它的關鍵就在這裡囉 我抽驗的時候我沒有被檢出來 那現在王浩宇就是告訴你說 你只有抽驗嘛 假設100個100公斤 你只抽驗1公斤 那還有99公斤 你沒有驗 你怎麼能夠說你有或你沒有 那時候王浩宇好像就咬死人家有 不是啦 我跟你講啦 王浩宇 這個我講一下 你第一時間你PO的是講說 佳樂福的這個美國牛小排 有瘦肉筋 對 有來牛 後來你被人家質疑了之後 你撤下來 那你是不是心虛 再來第二個 你跟佳樂福的一個公關 你打電話 你去人家 說你也曾經有檢出過 不是 人家是說我不敢百分之百把 對 那同樣就像你剛剛講 有這樣的風險 那是因為他們是抽驗 對 有這樣的風險 但是人家沒有承認 那你怎麼能夠去告訴人家講說 那你佳樂福也曾經有檢出過 有檢出過跟人家有不想承擔這個風險 是兩回事 你現在去人家罐 然後來援你前面寫這個有瘦肉筋 就如同剛剛穆珍講的 如果是你在這一個農場 這一個部分 他如果說有餵食瘦肉筋 但是他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 他是未檢出 他沒有符合那個超標的一個標準 要超過標準 但是你今天給人家寫說 有瘦肉筋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說你進口進來的時候 已經超標了對不對 那如果你講說他在美國那個地方 飼養的時候有使用瘦肉筋 但是進來的是未檢出的 那這樣OK 但是你今天寫了一個有瘦肉筋 你這擺明了 你就是釋放假消息 然後你自己又把它撤掉 然後你打電話去跟公關講說 我跟他們確認 他們就是曾經有檢出 怎麼有人這樣 好 特別是 我們節目當然會利邀王浩宇上節目 這是你惹的事我們要好好問問你 王浩宇說民進黨對他下了瘋口令 他不能上節目了 記得你如果是說的沒問題 那他幹嘛去擋這個魂水 三公四天都 你過去在這段節目上面 你講了多少的這一些 不切實際的話 而且現在好像還被人家判賠 妨礙民運還是毀謗 然後還要賠錢 好 我們等會再來談 王浩宇造謠不是第一次 當然不等於這一次他造謠 但他過去紛爭包括爭議確實很多 我們先來聽蘇仁昌的說法 所以整個萊豬的辯護過程中 辯論過程中 是不是都用同一個邏輯 就是你背泥都吃萊牛 萊牛事實上也不等於是零檢出 也是在標準之下 你都吃了萊牛 為什麼不能吃萊豬呢 是不是都用這個邏輯來護航萊豬呢 人民的健康不重要 人民的食安不重要 但是你為了護你的愛將 院長 你可以一天道歉三次 院長 你不覺得這個反差太大了嗎 我們民進黨當年是反對 但當聯合國標準一出來 我作為黨主席就表示接受國際標準 那就國民黨進口了八年的牛肉 台灣人吃了八年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牛肉 而且越吃越多 從一萬多吃到六萬多公尊 也沒有出任何事情 都是最近你們的說法 你看 我要說你又打斷 因為你講的大家都聽過了 你是三十月齡 現在是三十月齡以下 再來不要再馬維拉 現在你是院長 我是立法委員 在那時候我也不是立法委員 請回到現在的時空 好 我們政府護航萊豬的邏輯都一樣 從丁怡民到王浩宇到蘇貞上都是 反正你這八年都吃了萊牛了 那為什麼現在不能再吃萊豬呢 但是在你要證明吃萊牛的過程當中 傷了牛肉麵店 傷了好士多 傷了加勒夫 你真的要為了萊豬一降功成萬骨哭嗎 不是 我跟你講 民進黨在萊豬的這個議題上面 就是兩個手法在幫他從頭到尾講到尾 第一個就是你馬英雞就開放美牛 所以牛的部分你們就可以吃 憑什麼你不能吃骨 你能吃牛 都不能吃豬 對 這是他第一個邏輯 他第二個拿來護航的法寶是什麼 你知道 你吃牛也沒死 對 沒死 你可以鑽地 我可以讓你選擇 你可以選擇不要買就沒問題 可是我剛剛跟你講 你看人家王浩宇那個傻子你知道嗎 很多民黨有什麼叫他不要說話 你仔細想想看 像王浩宇剛剛去刀家樂福的那個說法 就是國民黨現在在刀民進黨的 你用抽驗 抽驗你又不是每批通通都驗 你怎麼可以確定說你沒抽到的就不對 王浩宇有那個傻子你知道嗎 沒有事情 民進黨就是想說 這東西我們就是跟你說 你可以選擇 你沒有事情你去刀 因為他要逼家樂福承認說 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證 對嘛 這就是國民黨現在 然後得到一個邏輯說 既然家樂福不能百分之百保證 所以老百姓一定有吃到萊牛 既然你吃的萊牛都沒有死 那你吃萊豬也沒關係 對嘛 所以國民黨也不要去 王浩宇你知道嗎 你鼓勵他多說話 因為他現在就是你們在質疑的東西 我們說的 早點讓他臥底 所以民進黨比較多 我也是臥底的 冷靜 我們沒有讓他不說話 我們只是希望不要這樣 三講四點倒 你要鼓勵他多講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老實講 拜託 馬英九那個時候開放牛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東西 其實為什麼那時候民進黨 沒有真的那麼立刻去擋他是 因為台灣人吃牛比較少 我們老實說 因為有些是信仰 有些是很多很多的原因 而且還強調牛豬分離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後來當初的時候 豬也有幫你們抗議 兩次豬農都有上街抗議 說馬政府沒有誠信 可是你今天確實台灣人吃豬的 真的很多 而且再製品多 我老實講我做一個民眾 不要說我們今天是媒體人 我很多朋友大家最 不能說髒話 大家最生氣聽到就是 你偷說就說什麼 吃牛就可以了 怎麼可以吃豬 今天還是在國會電商 用同樣的邏輯 我就是賣給他們吃不行 為什麼你什麼東西要推給我們 就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不能吃 別人吃酒頭不死 你怎麼不去吃酒頭 好 我們來看 別人吃酒頭不死 誰不去吃酒頭 我們來看蘇晉昌的民調 蘇晉昌因為萊豬風暴 民調出現了 幾乎要出現死亡交叉 所以現在他的紅色的線 我們來看紅色線是他的不滿意度 綠色線是他的滿意度 現在紅色線和綠色的線 幾乎已經結合在一起了 如果紅色的線 橘紅色線再往上一點點 那就出現死亡交叉 就不滿意度超過滿意度了 這個你從這個民調上面來看 確實他之前什麼滿意度高 你光看那個曲線圖 你就會發現到 他其實好的地方都在哪裡 他疫情時期 因為那時候大家沒有去注意 內政的這個狀態 可是你從後疫情時期的時候 你就發現他開始跌跌跌跌下來 而且有很多我必須講 你現在都是你蘇團隊 自己內部搞的這些事 就像你剛剛講定義民的那個 本來民進黨的想法是什麼 我再跟你說一下 出了一個定義民主 現在又出了一個王浩宇 對啊 我跟你講 那更實際 民進黨本來就想說 我就跟你們這樣說 現在大家就不要亂了 對不對 民眾就覺得說可以標示 可以選擇 你不要跟我去討論什麼 胃檢出 零檢出 就是沒有 就是好了 結果你不是 你為了證明美牛牛 你就可以這樣吃 不是 你不需要拉牛肉麵店 家樂福 好事多 你為什麼要海西老百姓 而且你光想 你想現在家樂福的牛肉 會不會很少人買 我跟你講家樂福 為什麼要趕快出來 好事多會不會嚇死了 你光上次牛肉麵那個 你敢這樣捕一下 你沒有指明說人家什麼 你連證據都沒有 所以我們有工廠執照 我跟你講 很蠢你知道嗎 你那個東西一出來之後 牛肉麵店跳出來跟你講說 他爭議跌七成 什麼叫跌七成你知道嗎 那七成是民進黨 最不願意看到的 就這些人沒證沒句 像王浩威 他一直說 我告訴你這個什麼 他都沒有 他好像聽著一個萊克多巴 他就不愛吃了 那個是被你吹出來的 結果你為了要再強調 不斷地這樣這樣 我告訴你最好笑的是 定義民國人說沒關係 我們為了幫牛肉麵店 幫他忙 我們去幫他申請台灣租的標章 你是傻的嗎 你是投個白民國人說 我跟你說有萊劑 你就不要去吃 所以我給你一個台灣租 這個狀況其實一模一樣 對很多人來講 你民進黨這個 你應該這個炸彈 我們老實說 你就不要去點火 你就把它放下去 不然事情 做威爆彈就好了 你不是啦 大家自己把它撞你知道嗎 想說沒兵 我們拿鐵頭撞一下 不然拿鐵頭撞一下 我看都不會撞 還要來給他點一下 看他的燈 我看民進黨也沒關係 王浩威這樣 所以你看他的那個 你看他民調其實我跟你講 所以叫他閉嘴 叫他閉嘴 好 來 講一下王浩威 他的爭議很多 剛剛我聽人駿這樣 他一月份就要接受罷免考驗了嗎 對 我先補一下 剛剛聽人駿這樣講 你如果民進黨政府 你如果說牛就可以吃你豬就什麼 後來就說你來牛奶煮就可以吃 你日本的河食也可以吃 沒有人家這樣子 你包括王浩威 王浩威跟三公四店舖 之前不是講說那個時代力量 有吸毒結果是他 然後說要退出政壇 要辭議員 所以如果人家沒有的話 要退出政壇 結果人家沒有他也沒退 他也沒有退 也被陳惠文辭議 他也沒有退 也是免費這麼厚 但是今天話講完 說不定一月16號以後就退了 不對 所以說現在人家要罷免他 罷免不是只有說比較偏藍的 現在聽說連中立藍綠都討厭他 你如果說今天給一個藍的討厭的話 那還好 你連藍綠都討厭你的時候 這絕對過 所以說真的自己要思考一下 你包括講說這個牛的部分 你今天在臉書然後你PO了 你講說這個美國 都是30個月以上的 這個都是18個月到24個月 那我們台灣怎麼樣 都是乳牛 都是乳牛 不然就是筋骨 35個椅子 然後到市場上面 然後來販售的這一個肉牛 不是這樣子的 你這個肉牛 18個月到24個月 算是當勇氣的時候 市民上這些肉牛 都是18個月到20個月 你包括美國也是這樣子 台灣也是這樣子 但是有一些30個月以上的母牛 就是要做種的 做種的 算是不會懷孕 要怎麼辦 差不多30個月 然後他經過一定的一個程序培養 然後他這個油花也不錯 他會去做肉品市場 但是如果說他品質不好的 他會打到做加工的 所以說你今天為了要拉抬美國的牛肉 你貶低台灣的這個牛肉 你都說台灣的牛肉肉 都是35個椅子的乳牛 你就算是淋牛 這個吃牛奶的那個乳牛 他超過30個月 他如果說要轉成這個肉牛市場的話 他還是要經過一定的一個程序 來鑑養之後 他才能夠到肉品市場